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影账片中再度回到汤姆克鲁斯剧中的飞行外套上 31号 外媒彭博社以捍卫战士独行侠冒着中共愤怒的风险 将台湾国旗印在外套上为题报道 新闻中表示 主角外套背面保留国旗图案的决定 显示出在面对中共审查方面 至少一些好莱坞的高层可能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正值美中贸易战时 腾讯从电影撤资 而目前中国人是没有这部电影的上映日期 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斯安 推特发文表示 捍卫战士2摆脱和中共的联系 重新夺回灵魂 福克斯新闻记者沃福森也在推特写下 令人鼓舞的是 好莱坞终于不用再向中共低头 为了外国利润牺牲美国价值观 我们希望可以持续下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闻 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